來看嘉義新港 鳳天宮的媽祖 有開代媽祖的情侯 三黨情侯 受到立島的香港所謠竊請他去立島來記 不過因為他情侯一圓的三黨 媽祖今天早上去台東桌前出海去立島 有種青的信徒也保存 對媽祖去立島 所以今天開始連續三天 會來電開海上 跟六上的出巡記 嘉義新港 鳳天宮的信徒 前往七點外 把媽祖請去台東 富工飛港桌前 全國各地的媽祖廟的信徒 也請他們廟臨的媽祖 作為桌前去立島 電開三天的海巡 跟六上施政機構 新港鳳天宮媽祖來台灣三百多年 第一次帶大旁的信徒去立島 鳳天宮的信徒就有千多人作業去 沒有三隻客輪 其他宮廟的頂頭 也有百多人付給 鳳天宮媽祖本本三年前就接受立島 公所的搖槍 要去立島的順利海桌 不過因為立島 能夠今年才順利起床 立島鄉民等三年 終勝丹領媽祖到處 當地市民就三十個月 起床出海 替媽祖開路 這次鳳天宮媽祖 從日子到日子 會在立島的海頂 跟六上施政 又要帶信徒做火迎接立島的 頭一個頭羹 未來會再做立島的觀光 其中一個很大的活動 記者 從哈佛的